快點 我們要舞陽來試一片看看 好… 不行 水到雞肉來 沒有客人出來 我下來喔… 客人在等喔 會緊喔 客人一定會覺得奇怪 怎麼是一個不一樣的 OK 錯過 把蛋黃說過 錯過… 錯過… 我這樣洗好多次 我這樣洗幾次啊 一般來說 大概六四左右吧 六四左右 我覺得理得好像比較快耶 對 對 你這一招不錯耶 也是 吃東西啊 永遠都是五隻肚子 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手禮件飯糰 手禮件飯糰 這兩個呢是我們依賴的名產金糰 喔 對 那那個蔥蔥料理放在於人設的 做結合啦 然後呢要跟你們主要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忍者的秘密武器 手架鉤 它可以拿來攻擊敵人喔 所以它要隨身攜帶 那我們融合在我們的那個餐點裡面 它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圍爪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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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綁著那個 就像這個一樣喔 對 然後吃的時候就是這樣 對 對 你們小心要受傷了 它上面這個是豬的那個尖胛 尖胛 然後尖胛酥 漂亮喔 好汁喔 你看 吃完就夠了 感覺很誘人喔 很誘人 可以先吃一下嗎 那旁邊那個呢 是我們的龍骨拉麵喔 龍骨拉麵 它裡面的 然後它是什麼 豬的 它的筋骨 豬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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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好棒喔 它是 好大塊喔 超大塊的 試試看吧 龍骨拉麵 來 我們用教學的模式來試試看 台灣的拉麵跟日本 真的有點不一樣 日本的拉麵它非常的鹹 在台灣吃到的拉麵呢 日本人會覺得說不夠味道 對 所以他們吃得沒有那麼鹹 所以這個能跟我的糖皮不一樣嗎 兩個糖皮是一樣的 因為它有很多很濃的海帶湯的味道 海帶湯的味道 海帶湯的味道 對 還是要再試一下它的麵 好不好吃喔 日本人他們吃麵的時候 它是有個規矩 會不會吃拉麵就看這個而已 對 吃拉麵還有一個方法喔 注意喔 當然要有吃吧 有嗎 還要沾一點湯 我覺得我然後呢 5 這是會 是要用錫子的那個 我還要吃聲音喔 會... 你會吃拉麵耶 因為它主題還老的 對 每段時間 對... 我還沒有... 不好吃... 很好吃 好吃喔 我可以教你我怎麼吃 好... 整碗拿去 整碗拿去那一碗就你了 整個夾起來 我這樣 它吃意大利麵的方法 它是用意大利麵的方式 我們這個最快耶 對啊 我那個卯舌頭啦 貓舌頭... 對 我們貓舌頭喔 我就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比較美式的吃法 比較美式 對... 吃吃看... 是不是 就是一定要這樣 為什麼 日本人說他這樣帶高的味道嗎 對 而且如果沒有吸出聲音 就對不起 對不起做拉麵的這樣子 對... 好像阿拉伯人 你吃完之後 你不打嗝就是沒有禮貌的 但是在台灣打嗝是很沒有禮貌的 對... 美國外國安法 你幫我們試一下 外國人怎麼漢堡 我最喜歡看外國人吃漢堡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人吃漢堡呢 亞洲人吃漢堡 就少了那個吃漢堡的感覺 而且有些那種 他們漢堡的時候 是把它整理拿開 它是有一個人的節奏 對 它有一個節奏 對 他們的真的有節奏 把你的節奏 把你的節奏 你就照你正常吃 你就照你正常吃漢堡的模式 對 我要先保持全部不同 他只要角度 對 角度 但是你... 對 就是這個動作 要限壓 如果你不會吃漢堡 就是這樣子 你會這樣 對... 很多人都這樣 然後從這邊這樣咬一口... 不會啦 要這樣子啦 不是 好買耶 就是這樣 外國人吃漢堡就是這樣 限壓邊 吃漢堡 對 這個肉是我們手工做的吧 手工做的 手工做的 手工... 不是外邊的漢堡堡 這個手工做的 這個很好吃 我真的假的 所以它那個麵包 其實有特殊的味道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肉質 會完全不一樣 手工的自己感 然後放在裡面 你會不會這樣子吃 你會壓一下 你會壓一下 你會壓一下對不對 因為太大了 太大了 對 太大了 對 那個是名人的絕招 旋風 名人的絕招 旋風 對 旋風 對 旋風 沒錯 然後外面是用麵線炸 用麵線炸的 用麵線炸成的 然後它是旋風 直接就這樣吃原味醬 直接吃一個好不好 這個是直接 不是舔的 是舔的啦 整個掉掉 整個掉掉 不能用了 這個是舔的 不是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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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你舔過兩個 客調 一定超好吃 有 我跟你講 吃的甜點是最幸福的 他超愛吃 他超愛甜點 他真的 他一定要只有這樣子吃 一次全完了 因為外面那個那個 捲捲的那個 麵線 他就說是麵線捲捲的那個 可是裡面有一種 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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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頭味的甜點 是砂鍋的嗎 砂鍋 跟魚頭 配那個 那個奶粉嗎 我們兩個是外國人嗎 我們兩個在講 我們兩個在講 英文 太外國人 好像是我拿人的 這隻鼓鼓鼓鼓鼓鼓鼓 對 因為它很熟悶 上面的那個 有一點就是醜醜的感覺 對 對 這個 這個呢 是我們的冰涼碗 然後它呢 是忍者要隨身攜帶 因為它出任務的時候 要補充高熱量東西 所以裡面呢 是爆起司 爆開 起司 我從嘴巴沒有爆開來的 對啊 起司 然後你說隨時要起司 對 它帶對不對 下次 然後就跟你講 我現在需要力氣 知道嗎 起司 吃下去 在... 卡庫裡面 你自己說 你會爆香 好多耶 爆香耶 你覺得它好濃喔 好好吃喔 這個真的很有到味 對 因為在卡庫裡面它的故事 是因為它的熱量特別高 因為人是吃的時候 它可以繼續拚三天 所以你們只有起司是對的 外面很酥脆 有一點嚼勁 而且那個氣質很好吃耶 對 整個... 像爆醬耶 怎麼會嘴巴裡面都是氣質的味道 對 濃郁... 來 給你... 原氣蛋 原氣蛋 對 就是收集... 對 韓齊 韓齊 是誰的...誰的武器 一樣是名人 然後收集查克拉 收集查克拉 就是能量 能量啦 對... 收集能量查克拉 好 好吃 沒想到 當忍者 還需要注意這麼多東西 對 你要會冰氣 你要會暗氣 對 你自身的那個肢體要非常好 而且營養要顧得很好 對 營養要顧 你應該沒有看超過80公斤的忍者 對 其實人者的修行呢 就是在把自己的身體 最了解跟最好的狀態 真的 熱量肌肉的命力要非常好 你也打得出任務吧 沒想到來個忍者村 射完背標 還可以學到這麼多神奇 忍者大餐 對 好棒... 來到了宜蘭的市區 洪哥 你對宜蘭熟不熟 超熟的 郊溪熟不熟 郊溪熟不熟 郊溪洗溫泉 對... 我差點... 因為自己的經濟上可以 差點開一間溫泉會館 你怎麼沒開 哪個 後來我孤孤開走了 我常常來宜蘭溫泉 對啊 宜蘭溫泉真的很棒 我以前在宜蘭這邊 我都是衝浪 然後走... 然後我就會來 東北西風來的時候 就來泡溫泉 泡完溫泉就是吃 對... 吃 因為我都好吃的 這附近剛好有一家 我來介紹你一家 很好吃的東西 是喔 真的... 他來介紹我很好吃的東西 來... 大姐 你好... 我今天帶一位好朋友來 在這裡 紅豆拉斯 要吃 你好 他多愛吃蔥油餅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因為蔥油餅 你炸多少他吃多少 沒有... 我年紀大了 我那個膽固醇要顧一下 但是為好吃的東西 那個就先把它泡一邊了 好... 因為我知道其實這個炸蛋蔥油餅 還是宜蘭巴基的 對宜蘭巴基 是宜蘭巴基 蔥油餅就是在地當地的人 在地的 我們可以來體驗一下怎麼炸嗎 怎麼炸嗎 確定耶 大姐 我們讓舞陽來試一片看看 好... 不行... 好嗎 後面那個... 後面這位客人 你訂幾片 各位客人 兩片 兩片 你先試一片看看好不好 你脫上去的話 沒問題吧 我可以換廚師再炸給你 我們這可以接受指定廚師 進一塊 對 你要炸一塊給他看看 就這樣就翻來翻去喔 我炸給你們 什麼就這樣就翻來翻去 就這樣喔 翻來翻去 要熟才翻過來啦 有熟喔 有熟 不是用熟啦 要熟 不是用熟 你看喔 我再下蛋喔 手要伸進去 先下蛋 蔥的話給它下來 加醋 先下蛋再熟 反過來 把蔥的話灑在那個蛋上面 反過要焦掉 我先來喔... 看人在等喔 沒關係喔 你找到... 客人就會覺得奇怪 怎麼是一個不一樣的 OK 然後呢 來喔... 真的錯的啦 這個... 用破破把蛋黃破破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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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齊了 你去旁邊啦 你去旁邊啦 這個... 這個可以幹嗎 我都直接送丟喔 這個叫舞陽自己吃啦 通太少... 這個舞陽自己吃就好了啦 那個能吃嗎 打敗了 真的打敗了 這個好了 你看 不好意思喔 海岸口味的誰先要 來 你要嗎 這叫舞陽的 你不敢回答 害怕啦 他嚇到了 蛤 你要舞陽的 舞陽啊 好不怕死耶 真的 他完全不怕 沒關係 來... 不是... 他說他要吃了啦 他說反正不是他要吃的 可以 需要袋子嗎 可以做 我看這邊 你的OK啦 你看這個燈很漂亮耶 黃黃的 你要不要來擦 我... 來...你弄 來...你幫我... 去... 他夾子還我們 差你了... 來...台灣味的... 台灣味的... 台灣味道 加起來了 然後放在袋子裡面 對...很快的... 很快的... 我擦得進去 有點緊 我想辦法 嘿... 那個... 辣味的蔡柚皮 好好吃喔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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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辦 漂亮... 然後呢... 包起來 要不要對折嘛 夾起來 快加入... 請問今晚助學家 YouTube會員 一起支持我們喔 欸...趕快來吃喔 快吃喔 快吃... 哇...你的好大喔 再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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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來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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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麼幾塊對不對 35塊... 35塊... 這一個... 有比例好... 這麼好... 這是誰做我的家... 是Dance豆哥... 對... 對... 你咬脆喔... 卡哩卡哩的... 它中間有些... 那皮是空隙的... 咬下去... 跟脆皮一樣... 真的喔... 來 吃一口喔 小辣啦... 不是少辣 為什麼這東西... 這麼受歡迎 你看... 超好吃的 這個人啦... 兩個蛋啦... 然後兩份蔥花啦... 兩份餅皮啦... 那老闆說... 我們沒有醬在賣的喔 就他來... 我們沒有醬在賣的 這好好吃喔 其實喔... 真的喔... 我們用台灣的蔥油餅 真的喔... 真的... 這種傳統的小吃真的很棒 我這邊是民產大學 每一天早上... 我就吃一個那個... 蔥油餅 在學校裡面 就在士林那裡的民產大學 好酷喔 我用捏斷的... 這裡的... 這裡的... 直接咬... 這真的好香喔 是不是... 是不是很酷 對啊 你又台花生了啦 你又不要帶這麼肥 我才可以查不進去 你是不是很想要 可以啊 給我一口啦 而且重點是我們自己... 自己炸的自己吃 你有沒有 很有成就感 你第一次做生意 就這麼多人排隊 不可能 我以前做賣冰的 賣冰 賣冰... 刷冰的 生意差到一個不行 賣冰賣到垮下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成本太高了 我那一份冰都賣到70塊 人家那冰3要放過嗎 不是... 因為他們那個消費的那個習慣 我們不知道 現在要平價 像這個超平價的 對 又好吃 又不會 對 怎樣 這樣 今天早上6點還要集合 還要集合 所以我們今天到這邊為止 今天早上6點 不好意思 來... 走... 走... 6點 值得... 開口音 走... 今天早上6點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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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聽到流水潸潸的聲音 漁溫逛多了 我還沒逛過草溫 水草溫 你好... 喜亞哥... 你好... 球場大名... 你好... 我們是這個請問今晚住誰家 我們今天來就是要跟你學一些 有關水草的知識 因為本人也很喜歡養 洪哥也有養得到 但是我養的魚他比較... 喜歡吃水草 有嗎 有魚吃水草 有...很多 真的喔... 他很厲害喔 對 我很想知道說 學亞哥本身原來是學什麼學的 我原來是學電子的 電子的 這麼那麼... 合計業你不是... 我以為是學藝術的 因為神草剛弄起來 他是需要好像有畫的 有設計感 我以為是學藝術的 他已經一個某一個點 那你突然決定要轉到水草 對 哪一個點 其實是我剛退伍的那段時間 那我讀書的時候都在台北 對 然後後來覺得家鄉有一片土地這麼大 我們家早期是養營的 養食業 養食業 對... 我們養營有一段時間 宜蘭的漫魚產業非常好 後來整個漫魚產業沒落了 沒落他們覺得說 這邊水支點條件很好 剛好台灣在大概78年 到80年這段時間 有從國外進口的很多水草 到台灣 他們就覺得 你們這裡很適合做水草的家庭 所以就從完全不懂的狀況下 就投入水草村 然後做到現在全世界的熱銷 都賣全世界的熱銷 真的假的 這個還可以出口 水草 大概20年了 所以你是第一代嗎 第一代 水草是第一代 又有關卡 溫老闆 什麼關卡 等一下會分成四組 然後我要請你們去炒 四組一個人一組就對了 找這些水草 這個是小分泉 小分泉 然後豹紋水晶藍 然後雪花 就要找他們就對了 榮浪草 對 你們有記得 我要去把它找出來就對了 對 你們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 你們有幫你抽牌 一人找一種 抽 抽 用抽的 抽的嗎 洪哥 我要抽一隻 來拍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就很厲害的一樣 對啊 一瓶咖啡 一 二 三 我拿最難的 不會 我的最難 你的是用顏色 我的對 我只要看到紅色就像雪花 我去手補充的是什麼 那是你造反的 沒有 誰看你懂的 花雪 雪花 這個 紫紅浪草 我的是豹紋水晶藍 那你的是 雪花 我的是這一條還是這一條 上面小噴泉 這一條 小噴泉 小噴泉 給你們10秒看清楚 然後要收板子了 小噴泉 好刺激 三 二 一 走 它這個解析度不高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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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起來了 哪有 收起來了 OK 我知道 所以就在這裡面找 好 預備 來 出發 走 這不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是我等一下要買的 那你剛剛是找對還找錯 沒有 我剛剛找是我要的 我要帶回去 哦 那你不要跟他講啊 你跟他講我們就掛了 不會啊 我們要在比塞嗎 對啊 是喔 我過不去耶 我過不去耶 我的位子都被塞住了 你知道嗎 你是這個啦 到底是這邊有三種 長得一樣的 對 我們是小噴泉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好漂亮喔 這個是陰性的嗎 徐大哥 第一名有沒有什麼獎勵啊 可以啊 先選工作 先選工作 這個這個給你 我找到是這個 這個 對... 對吧 但其他的這個就是 我剛剛看到人家丟在路上 你還有用這一招 這個就直接送給你就好了 不是啦 他這個 他這個是 你知道真的為什麼要丟在路上 丟在梗上面 應該是拔... 太長了 對啦 也太多就沒有了 所以這是你們不要的 那我不要 我要 好 沒關係 你剛剛的題目是什麼 蜚紅浪草 對不對 我看一下 漂亮啦 有沒有 有... 有喔 有... 這個就是裡面的那個 哪一個 這個... 你看我多厲害 我總共拿了四種 反正全部都把它弄起來 有對一顆就好了 因為每個都很像啦 我的小環犬 這個很...太好辨識了 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對了 對了喔 旁邊的頭髮 不要兩次 沒了 好不然我的最難 來 對 雪花對不對 那是雪花嗎 好像不對喔 我都錯了 糟糕沒有耶 你看好適合這個髮型喔 是不是 你擔心嗎 你擔心嗎 我今天是戴綠帽的 所以你知道我是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在哪裡 第二名 第三名應該是我吧 第三名第四名 那現在怎麼辦 那我們等一下就分配任務 分配任務 那我們兩個一組喔 對...兩個兩個一組 然後你們自己一挑怎麼辦 那洛哥第一名要先選啊 要分水上跟水下的 分水上跟水下 所以我先選嘛 對 你先選 我選... 我選水... 水上 水上 我選下水的 OK 下水 我挑一個要挑潘的 那我的水上... 來 洛哥跟妳一起挑吧 你們上水上 我又跟賈士丁啦 很好啊 他一直盯著我跟錢 這叫丁丁 這就是原本的安排 對 原本的安排 那我們兩個啦 好 可以 那我們現在就去出發走 好 走 小龍蝦最好吃的 對不對 對 我們講澳洲龍蝦 從小一直養到可以吃對不對 對... 都是我們從小繁殖出來 然後養到變成蝦 從哪邊可以看得到幼苗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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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繁殖的話要找到母蝦啦 有抱樓的 所以要找一找 末然就是他要找到那個懷孕的啦 懷孕的 對... 好找嗎 因為我們都已經穿這樣子 不下去很怪 所以我們... 還是要採一下 還是要採一下 不小心踩到嗎 不會... 他自己會躲開 有露出一個... 他的夾子 對 他會露出... 他會躲在管子裡面 像這個就是有個夾子有沒有 對... 哇 太放鬆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辦法去認說 哪一隻是弓的 哪一隻是母的 一定要把它翻過來 看它有沒有軟這樣吧 不一定... 你這樣看得出來嗎 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像這隻 這裡有紅白的有沒有 哪裡有紅白的 那就是紅紅的 紅紅的這裡 這是弓的 這它的架子比較漂亮的 比較漂亮的 紅色的是弓的 對 所以你是弓的 因為你很漂亮 鮮眼 跟鳥一樣 對... 很多弓的都比較漂亮喔 對... 牡的很醜 獅子也是一樣 有沒有 聽說這個龍蝦要從牠的後面撈 因為牠往後彈 對 要從後面 後面喔 你看牠往後彈 所以你這邊要跟 在這裡 牠往後彈過去 牠要從中彈過去 對... 往彈跳... 很牢啊 這個就是很牢啊 這隻很明顯是弓的 為什麼 因為牠的牢有紅色的 所以你失誤就對了 你從一啦 對 從一 你抓錯了 他抓錯了 我叫牡的 那仇生怎麼辦 仇生就吃一隻啊 是... 能吃嗎 欸... 怎麼有牡的 我這隻是牡的 現在沒有懷孕 現在沒有懷孕 因為這裡都沒有 對啊 如果有的話 有的話就滿滿的 因為現在冬天的話 牠們其實繁殖劑 也不知道在出境下期 所以現在是牠們 對... 在休息 牠們沒有發群就對了 沒有發群的時候 這樣子的龍蝦在外面 一般來講牠的價格會不會很貴 價格的話一斤大概是四五百左右 一斤四五百耶 一隻喔 一斤 一斤大概五到六隻吧 牠們怎麼會有屋頂呢 因為這個是這一棟其實算是綠建築 綠建築 上面這個都是太陽能板 所以電力可以直接給我們餐廳 農場去做食用 好像每一隻大概都是這麼大的 對 都很大 有沒有說是已經可以吃了 可以吃的話 我們要到另外一匙去 那個就可以吃了 所以這個不能吃 這個還有點小 還有一點 還在長大一點 我們再把它抓起來 所以我們這邊所供應的 都是餐廳裡面的 對 我們農場餐廳 就直接抓去樓下餐廳 去做食用 聽說每一隻都要養一年多一張 對 都要養一年多 因為其實冬天 我們宜安地區冬天比較長 比較寒冷 所以養殖的速度沒有像南部那邊那麼誇張 但是我們這邊有一個好的條件 就是水很乾淨 對 我們這裡是圓山 是水的故鄉 這邊很多地下泳泉水 對 所以我們 這鄉都很健康 對 都很健康 沒有什麼草頭之類的都沒有 帶我們去 OK 走 走 那我們今天餐廳的話大概要20隻龍蝦 20隻龍蝦 對 所以今天應該有好幾桌的客人 對 有客人要用到 所以我們要來撈20隻龍蝦 然後就放這個龍蝦 對 要記得要撈工的 要撈工的 對 因為母的的話 我們要留著讓牠繼續生小蝦 然後繼續繁殖 對 讓牠繼續繁殖 奇怪 為什麼牠這個 這個蝦子牠就要躲在這個裡面 因為這個 牠直接把牠撈起來 牠在想 我在叫牠 我在叫牠就把牠撈起來 不踩鋼拍完了 牠們為什麼會習慣到 好像往那個洞裡面呢 牠喜歡住在暗暗的地上 要躲在洞裡面 所以才有安全感 所以龍蝦就是一個那種 喜歡搞自閉的 喜歡躲在自己的角落裡面的 對啊 才被我們這種抓到 這次可以嗎 可以吃嗎 我還以為會黃到咧 我已經抓到 我看不到了 要這樣 進去 進去的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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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工的 你看 是吧 結果這個母的還是工的 是母的嗎 你看 工的它有紅色的 你這次沒有紅色的 你敢這樣抓嗎 牠說你給我加你 請客的時候這隻就很有誠意了 有 對啊 大隻 而且牠自己舉手了 舉手了 你們還要認吃 好啦 你是摸的 我是吃你耶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池子會很 很混嗎 哪一個 就是這個池子啊 為什麼會那麼髒 因為那個龍蝦他不喜歡 生活在太清澈的水中 所以我們走兩步路 整個泥土都翻起來了 很喜歡躲起來了 漂亮 看到 漂亮 倒高一尺 摸高一丈 這個叫做 漂亮 啊 啊 還滿 漂亮 還滿意的 過往 你好 好 你有沒有抓到 有 這個我很有希望 那個那個叫什麼 熬熬對不對 快去 漂亮 阿團哥哥 這樣有夠嗎 好 可以了 夠了 他還有工作嗎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旁邊拔那個 碎蓮 要去池子裡面 碎蓮的紙 這不叫蓮藕 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的紙 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是蓮紙嗎 不一樣 我趕快 那我們去看一下 好啊 走走走 碎蓮的紙 這邊要把它收起來 帶著 帶著 我晚上有龍蝦大餐可以吃 走走 小鳳 在旁邊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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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那個請問今晚住席家 老師好 小豆 我是舞陽 我叫阿南 叫阿南就好 阿南 我們今天要來跟你學一些 有關水草的一些知識 好酷耶 其實現在養水草的人真的很多 其實我跟你好像有玩的 我有 我也有在養 那你的大概是這麼小嗎 沒有 我是一個兩尺的鋼 水草的話它這個都要先 有沒有 要先洗過 對 要洗過 怎麼說嘛 這個把它拉起來有沒有 我們後面這個 這邊就不要 好 那我們稍微洗一下 用什麼清水用 對對對 就稍微清水這樣洗就好了 那我這邊有朋友有養水草 很不錯的對不對 它爆鋼的時候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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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哪裡 你就給它撈沙子回來 你就可以抓喔 不可以喔 不信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模擬 要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對… 我們一人一缸 對… 自由發揮 自由創作 再來的話 等下好了之後 我們要挑那個 挑你喜歡的那個石頭 好 挑石頭 石頭 石頭 對… 我們大概挑兩個喜歡的石頭 為什麼都是黑色的 我們有別的所謂石頭嗎 它這個是火山石 我們大概像這樣子擺設 我們等一下沙子都洗好 有點像我們要洗沙子 洗完之後我們要稍微擺 擺設那個石頭 OK 那我們現在要裝 你剛說幾杯 五杯吧 五杯吧 五杯平的吧 就好像在兩米一樣 對對對… 等一下就是要… 我們要洗米 CB齁 沒有啦 就是洗那個沙子 洗沙子 對 好了 我好了 我也差不多 我們要在這邊 我們要去那邊洗那個沙子 走走走 洗沙洗沙 洗沙的就像洗米一樣 對對對 你會喔 要把裡面的當上的地方化 所以它會透走的 對… 你看一泡下去之後 整個就顏色是這樣 我們要吃它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 那個水沙還是動物 會… 這個都會 對 這要洗好多次 這要洗幾次啊 一般來說 大概六次左右 六次 五、六次左右 等一下會煮一下 我覺得會快乾淨 對… 會快乾淨 可以吧 可以啊 這樣 只要沙子這樣 等一下又出來 對… 我覺得你的好像比較快 對 對 你這一招不錯耶 也是 你這一招不錯耶 我這好像已經夠透明了 會透明的啊怎麼樣 對啦 又更透了 好 我的可以了... 我可以了 好 我的可以… 而且我已經想好 我要怎麼造型 用下那個層次 就會它上面的沙子 給它高一點 我自己擺吧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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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這樣子喔 確定嗎 我會有個疊石頭的概念 好不好 它會倒喔 它會倒喔 因為等一下要換水 等下… 等下做完之後要換水 這不是裡面的雞肉 一起八糟了嗎 等下… 因為你種下去嘛 它會有一些混… 比較混濁啦 所以你還是要… 你要換那個水 要擦到底喔 不然它… 等下換水的話 它會整個浮起來 到底… 這個好長喔 是這樣嗎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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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 會比較好看啦 對 我們真的水草 一開始就是拿來做造景的嗎 有些水草也可以拿來吃的 吃的 對 像… 你是覺得是海帶牙是不是 沒有啦 它有一些可以拿來做菜 類似像海帶牙的概念 對 就是可以做菜 像什麼冰淇淋之類的 冰淇淋 可以做冰淇淋 對… 好… 好… 冰淇淋 你要帶我們去什麼地方探險 我們要到我們生態池這邊去把睡簾 把睡簾 對 睡簾要做什麼用 睡簾的話 我們待會兒是要放在火鍋裡面去煮的 好吃嗎 好吃… 一般外面不太會吃到睡簾 沒有吃過睡簾 對 所以我們是把它的葉子 浮在上面的那個葉子 不是…把它的筋 把它的筋 它的筋喔 其實就跟空心菜有點… 類似的感覺 這怎麼下去 沒有樓梯 沒有樓梯 就是直接下船 沒有船 然後這個有邊坡要小心 走穩吃就可以直接下去 我們先看狀況 對…往前走 對… 再來… 再來… 越來越深了 沒有啦 就到這裡 就到這裡而已 它這整區的水深都是這樣子而已 水深的話 最深到我這裡 最深的有到我這裡 小心喔… 等一下… 這邊要小心 它是這樣 對 是你要小心 我也不下去 我也不下去 看到沒有 什麼叫做手足情深 這個就叫做手足情深 走… 找哪一顆 你就覺得它的筋是OK的 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就可以了 對 這就夠大了 等一下喔 對 小心先站門 先站門 你太開了 這邊變低了一點點 深了一點 不是要低了一點 叫比較深了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握手 如果我撐下去 我可以再拉著你上來 對…我還在岸邊啦 對…好 伸下去到它中心的位置 然後把它拔起來 中心的位置 對…它中間 是會輻射型長出來的 這樣是這個嗎 對… 然後往下去找到它中間的地方 然後… 我摸得到中間 摸得到嗎 摸得到… 我會不會往下摸到 不該摸的… 欸…不會 OK… 這樣子嗎 對…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吃的是哪一部分 是這個筋的部分 是… 是這一根喔 對…這一根… 那你需要多少 大概幾根 大概… 不用太多 十根…到二十根就可以 十根就夠了 對… 欸… 對對… 是這樣 我們要… 我們要粗一點的 那這個… 這個把它丟掉它就死掉了嗎 還是… 葉子的話會腐爛 變成這邊的養分 對… 喔… 欸…真的很好耶 喔… 這個的觸感很好耶 你知道美國的… 美國在這個肤邊 這種東西是很… 很滑… 很滑的… 很…很噁心的 跟美國的品種不一樣 對… 你們看那邊有一隻 那隻我覺得好像貓頭鷹 又好像老鷹 但是它不曉得是什麼 它是葉鹿 葉鹿走多了就會碰到貨 是不是… 葉鹿… 葉鹿…對… 它晚上出沒了 專門來這裡偷吃我們的… 龍蝦 蛤… 對… 偷吃我們的龍蝦 龍蝦咳那麼硬 它可以嗑下去 它會找小隻的吃 喔… 那你…有沒有什麼… 你們會再… 就是…訪育他們進來嗎 訪育他們… 就… 旁邊有時候會圍網子而已 這個葉鹿它算是… 保育類的嗎 葉鹿不是… 所以是可以吃的啦 不要亂講 假設你叫我問的啦 我肚子餓嘛 有美國獵人什麼都吃耶 我老鳥啦 什麼… 結交啊 對… 斑鳩… 斑鳩… 結果後面還有一些什麼水雞啊 有… 老夫都看得到 有 我就不曉得這種… 這種… 碎蓮吃起來 就是要弄成段子 然後丟在火鍋裡 就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 對 它吃起來是脆的 跟我們… 我們印象中的那個比較粗嘛 對 然後現在生吃也可以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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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真的… 你先吃給我看 真的假的 我認真地吃給你們看 要把皮先撕掉 可是我真的認真地講喔 對… 這個水有點臭 對… 其實水是底下的泥巴 臭是底下在臭 所以…對… 對… 植物體本身它是乾淨的 但是… 我們叫賈斯丁也吃一次可能 好… 不是… 因為… 怎麼了 它裡面好像也有一點泥巴 那就… 我們潑到沒有泥巴的地方 因為剛剛… 潑到沒有泥巴喔 有… 吃吃看 乾淨的 好… 我去那個皮 還有一個皮 OK… 好 你幹嘛嘆氣啊 別的地方吃不到 只有這裡才有耶 真的耶 真的…來這裡才吃得到 對啊 你們不要隨便去什麼 大安森林公園 隨便吃喔 對… 只有這邊可以喔 那邊是不能吃 這邊是可以吃的喔 對… 要吃會變聰明喔 跟賈斯丁一樣聰明喔 對… 非常聰明 它怎麼會變動機耶 對… 來… 來… 咬一下 什麼味道 它是有… 你剛剛講的那個蓮霧的口感 真的有嗎 脆脆 水分多 對… 你會想要一口接一口嗎 不會… 還沒被煮過 我來吃吃看啦 好吃啊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蓮霧 但是我吃的蓮霧都是很甜的 對… 這有點臭臭的 是…應該是熟的味道 熟的味道 要不要… 不… 算了… 算一下 因為剛剛走過了 水都錯掉 不行… 啊… 掉了不要再吃了 真的耶 真的 它有蓮霧的 剛開始不熟的那種感覺 對… 它的味道是這樣子 而且老實說 它並不難吃 對… 如果說你真的肚子餓的話 可以把這個來吃 感覺還滿好的 那你們會吃到… 你一口嗎 不會 不是啦 因為它本身就是有一點點那個 好像湊水溝的味道 因為它已經在手上面了 你就會聞到那個味道 對… 其實如果把它洗乾淨的話 真的還滿好吃的 一定非常好吃 真的 哇 轉天來這厲害啦 你是負責做導覽的嗎 對…我負責導覽 然後它其實吃到後面 其實有淡淡的鹹鹹的味道 一點點鹹鹹的味道 我看到還沒有吃夠 沒有…沒有把它攪碎 沒有把它攪碎 對啊 我可以都看到嗎 沒有...這跟這跟 這跟畫龍眼睛 畫龍眼睛... 沒有這個 安哥 我好了... 就這樣 好 我們要怎麼樣 現在要幹嘛 我們等一下放過去 以前剛才那個地方要換水 換水 對 換水 我覺得我這弄起來很漂亮耶 走... 換水... 他很想要給它過個5到10分鐘 這樣給5到10分鐘 能不能夠給我一個 撐著東西 撐著東西嗎 我只是把那雜質弄出來的意思 我怕這裡都出來 怕它拌出來 我手好痠喔 有一點 好 OK 這個是上面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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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來... 我的座好了耶 等一下... 我覺得我們兩個座是不同型耶 對 真的是不同型的東西 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你有名字嗎 你有名字嗎 對喔 我再寫一個名字 好 我想一下... 我們要回到看一下這邊 好 我想一下 我的主題就是很簡單 因為我剛剛問了那個老師 對不對 我不是在羊水蟲還是在羊動物 他說水蟲 可是可以很嫌動物 原來會就是在裡面火下去 對 那我就發現其實你說可以要那個蝦 蝦子 對 蝦子 那我後來就想到一個很特別的主題 我如果把好多蝦子放在裡面 那不就會神奇對不對 是不是 會有媒體之類的 可是呢 他們在神奇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飲食 因為都是在外面給我們看 對 所以我想說幫他們開一個 蝦子的氣色旅館 生活的就是叫蝦子的愛情 蝦子 因為他們可以躲在這個釋頭裡面 然後他們在每個自己的事情 我們就啃不到 然後突然就卑鄙就出來了 這樣子其實這樣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可以在這個釋頭的下面 HAPPY一下 然後就是會慢慢的生殖 好多新的蝦子的小鼻鼻 酷喔... 酷喔... 我的沒有... 我的沒有那麼... 那麼... 麻煩 我的就是一個叫做... 雙峰 雙峰 對 就是人生永遠要有不同不同樣的高峰要走 它就是從這個高峰到另外一個高峰 到另外一個高峰... 到另外一個高峰... 但是中間卻有一道長長的峽谷 你有的時候會到那個峽谷裡面 但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看 你是不是把你的人生的故事 全部放在這個水桃裡面 你先看一次 你從這邊看 哇... 你從這邊看 好像那個Great Canyon 對... 對嘛 它是你的Gage的概念 很美 穿過這塊沙漠 而且你如果在一個想像裡的話 你可以把就是過這個未來 對 這個結合 你之後就可以看到就是 哇... 過去這兩個峽谷以後 你的人生就是光明了 真的 對... 我從那邊... 我是從那邊往這邊看 你們看 不錯... 哇... 水... 人生的概念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完成了 有沒有什麼瑕疵需要修正 像這個太...太長了 所以建議不要給它太長了 為什麼 因為給它平均會比較好看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想要讓它有一個 就掉過去的感覺 你剛剛說水草可以做食物吃的 對... 是那個水草料理也 要不要 對... 我們現在兩個去吃 好啊 吃一下水草... 沒有吃過水...你吃過水草嗎 對... 這個是個海帶 好...走... 這就是大概手掌大 好... 20隻 20隻 那你負責十隻... 我負責十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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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一下 OK... 我到旁邊休息一下 我找一下喔 這個青蛙抓很好玩 難看死了 對... 我過去... 喂... 有沒有找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覺得我20歲大概就這樣子 20歲... 50歲... 我們剪刀石頭布好不好 速度讓他夾一下 來... 剪刀石頭布 來... 好... 來... 來... 這... 這邊... 幫他放這個... OK... 手罐... 他都七十... 他嘴巴... 你要夾哪裡 夾鼻子 不要... 我鼻子那麼珍貴 可是我要試看真的會不會痛耶 要不然你先夾衣服就好 先夾衣服... 先夾衣服看看 那衣服很痛喔 我被夾過 超痛的 你這樣 他還沒夾你的手指頭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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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等一下... 真的... 你把他嚇到了啦 我... 我才被嚇到耶 你把他繞住 他一直騎水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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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加入快加入 請問今晚住學家 YouTube會員 一起支持我們喔 真人打工旅遊實境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 遠離都市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好... 好...